我們要帶你來關心到的是在高雄新興區 有一家商務旅館 今天早上六點多 因為不明的原因起火燃燒 而為了要逃生 有人是裹了毛巾逃出來 甚至有房客 他就直接坐在冷氣的室外機上頭 等待被救援保住一命 而警銷貨爆之後到現場滅火救援 從起火的十一樓 一共有救出了三位的房客 那其中有一名呢 他原本住在起火點房間的六十歲男子 送醫後宣告不治 而另外一名前往滅火的旅館員工 也被預防性的送醫 而旅館的起火原因呢 還有在進一步的調查釐清 橘紅色火蛇從高樓窗戶間竄出 大量農民黑煙直往空中冒 深色上衣男子坐在冷氣室外機上面 等待救援 看起來顯像還身 而另一名白衣男子同樣挨著窗台 拿著毛巾捂住口鼻 好不容易才等到消防員趕到現場 幫忙協助爬回屋內 其他自行逃出的外國旅客身上裹著棉被 剛從睡眠中驚醒還驚魂未定 二十三號早上六點多 在高雄七險一路上 有一間旅館發生火警 消防貨爆立刻趕到現場布水線搶救 火勢在半小時左右後被撲滅 起火點在十一樓的一一零三號房 常住在房內三個月的五十三歲 江系男住客 連忙逃到隔壁的一一零五號房 但是被發現時已經倒握在地 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警校也在十一樓另外就出兩位民眾緊急送醫 一名旅館員工到起火點滅火 自行下樓之後也因為身體不適預防性送醫 初步了解起火點有燃燒床鋪雜物的跡象 而這間旅館因為價格實惠 吸引許多國內外旅客入住 事發當天一共有34名住客 包含了6名外籍旅客 形成因為意外受到影響 整起事件發生的詳細原因 還有在進一步調查釐清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